简单的一个总结,这三章是蛮丰富的,但是我们就一个点,大魏这段日子,事实上是在受试炼,也是一个成全他做王的一个时期。 这段时间,大的试炼,他经过了仇敌,强大的仇敌,甚至是巨人,他都能够胜过。 那更大一点的试炼,就是他被高了,确实又被追杀,被扫罗这样迫害,甚至神把扫罗交到他的手中,他都没有去取扫罗的性命。 那在这一面上,可以说是很大的一个得胜。 为什么这么大的试炼都经过了,都得胜了? 那在这一章里面,我们看见,竟然在拿巴这样一个鱼丸人,是一个foolist,这么一个人,面前为什么就会失败了呢? 从逻辑上讲,不容易,觉得不可能,但是我们生活的经历中,却的确是如此。 那为什么呢? 因为他在敌人面前呢,他不是信靠自己,很清楚,与格利亚打的时候,他说我不是靠外面这一些,那我是靠耶和华。 他信靠的,依靠的是神,在扫罗的试炼这件事情上,他明明白白的看见神的手,所以他是因着神,敬畏神的缘故,他没有去陷入这个私有。 那在小事上呢,在拿巴这件事上呢,一点也看不出来,他信靠神,他就是天然肉体的人,自然的反应,立刻就血气就起来了。 前面的事情上,他阻止他的士兵去来杀扫罗,但这件事情上,他竟然主动要士兵拿起刀来,他自己也带着刀,他真要去杀他们。 那这个事情,他之所以失败,事实上呢,看着外边的事小,背后的,背后的事有仍然是撒旦的事有,对神来说呢,是一样重要的事恋。 所以征战的对头啊,是一样的,是撒旦。 那前边,他是大事上,在他看来,他信靠神,他敬畏神。 但在这件事实上呢,我们往往在小事上呢,就没有这么谨慎,让我们的肉体,那天然的反应出来了。 所以带进来的就是失败,就是一个铺路。 嗯,我们生活中常常是这样,我们福音征战的时候,我们很容易同心合一啊,我们在有许多的一些大的需要的时候啊,我们尽管受压,但是呢,我们知道我们信靠神,因为神。 但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呢,可能弟兄姊妹的某一句话,可能就把我们惹怒了。 家庭中可能根本说不清楚什么事的事,就好像情绪就有点受影响。 那这些就提醒我们,我们今天呢,还是在肉体中的人,除非到那一日啊,主回来了。 那我们是约在小事上,我们若容易可能陷于这个失忧而失败。 所以我们再次一个提醒,我们要好好的,什么时候啊,我们都学习先专项主。 Amen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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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谢谢。